上岗下轮对国安的比赛至关重要在上岗继续领跑之时,争冠对手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也在昨晚出场比赛。 最终,两球落后的恒大成功翻盘战胜江苏苏宁,继续落后上岗4分,北京国安则意外遭遇垫底球队贵州恒风阻击,已经落后上岗7分。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主教练佩雷拉承认,联赛已经进入争冠时间,上岗也做好了准备,因为有上岗对阵恒大,上岗对阵国安以及恒大对阵国安,恒大对阵苏宁这样的强强对话。 整个中超联赛在9月份显得极为关键,完全可以决定最终的冠军走向,联赛的击分榜也确实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。 上周的比赛中,恒大主场击败国安,将长时间占据榜首位置的国安拉了下来,随后的补赛当中,上岗又借助主场之力击败恒大,确定了4分的领先优势。 昨晚的另外两场比赛,原本朝着有利于上岗的方向发展,恒大早早地就以0比2落后于苏宁。 国安更是让人大跌眼镜,不仅落后于垫底球队贵州横峰,客串中后卫的于大宝还被红牌拔下。 最终,国安意外告负,已经落后上岗7分,顽强逆转的恒大则以4分之差,继续给上岗施加压力。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上岗主教练佩雷拉坦言,球队已经通过上一场比赛证明,全面做好了争冠的准备。 但就像他之前一再强调的那样,他再次表示,下一场比赛显得更加关键,当我看到积分榜的时候,我更加关注下一场比赛。 下一场比赛我们要努力拿到3分,其他一些情况和形式,我们不会过多考虑,我们不会考虑联赛结束是什么状态,联赛结束还有很长一段路。 任重道远,明天开始休息,接下来被战和国安的比赛,那一场比赛也很困难。 佩雷拉说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受到球员伤病和红黄牌影响,北京国安的状态出现一定的起伏。 而在对阵上岗之前,国安还有足鞋杯半决赛要踢,体能难免还会受到影响。 如果上岗能够一鼓作气,在下一轮的课场比赛中击败北京国安,将领先这支球队10分,几乎可以宣告国安退出冠军争夺。 所以,这也是上岗必须必其功于意义的一场比赛。 小伤在身而且累计三张黄牌的胡尔克昨晚没有出战,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 毕竟,在本赛季之前对阵国安的三场比赛中,上岗没有取得理想结果,与胡尔克缺席有一定的关系。 此外,在之后的七轮比赛中,恒大的对手分别是华夏、仁和、横峰、上岗、思维和泰达,抢手不多。 而上岗的赛城相对要困难许多,除了国安,还有横峰、苏宁、鲁能、恒大、仁和、全县,或许,到了上岗客场对阵广州恒大之时,才是决定冠军归属的真正一战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